好来看到推广并且扶植光复稻米产业 乡公所在乡代会的支持之下 在农官客设置稻米检验站 去年同步向智慧财产局 申请注册光复米产地认名的标章之后 终于在今年4月是取得了标章的专用权 那么乡长林清水表示 市营运期间都提供免费稻米蔬果药物检验 以及产地认证的标章 2021年光复乡公所向农业部农粮署 以及圆明会争取获得将近300多万元经费补助 设置幻力线内第三座的稻米蔬果农药蝉毒快速检验站 不值在地稻米产业强化市场竞争力 这里0到35都是标章 这些警察机关只有公首采购将光复米 我们这个小标章 我们看到小标章的目前 也就是说检验通过 我们来到设备和整个专门的人 也都来做这个事情 光乡稻米蔬果检验站就设置在位于马台湾市地园区的 香公所农官壳二楼 包括检测仪器、品牌、商标的设计等设施设备 甚至专专业人员训练皆已到位 香公所不停歇持续向智慧财产局申请注册光复米产地认证标章 不料受疫情以及审查齐全影响直到今年4月 终于顺利取得标章专用权 香长领清水与农官客及客向乡亲民众广宣 一起提升光复豆米产业 目前发展我们到第三家的玉米的检验 其实就叫产地证明 我们从去年开始来申请 然后准了之后我们来采购设备好了 然后我们的人员也设定好了 一定在今年二起就可以正式来运作 希望说我们光复米在公家的认证之下 保障是一个没有农药残留 符合国家规定的米来攻击我们的消费者 希望说我们光复在地的小农 可以原来有公所这个证明 然后让它通路更好 那更有信心 香公所指出若符合光复米或宿国产地认证标章申请流程 就会同时发给产地认证标章 光复米食品安全由光复乡公所挂保证 让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 也增加小农的农产收益 乡长林清水经营部指出 目前检验站的一期设备都已到位 将从二期到座开始运作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